參選桃園市長 全新決定 2021年在網路直播宣布托黨參選桃園市長 因此被民進黨開除黨籍的鄭保卿 有率轉白加入民眾黨 我們就是要自己是一個不貪污的人 不貪污的人才是我們國家施政未來最大的方向 對民進黨執政現狀不認同 鄭保卿加入民眾黨有跡可循 除了當初直播台上有現任民眾黨宜蘭黨部主委李偉華 8月6號出席民眾黨四周年黨慶低調坐在第一排 你已經上市了原來你對這政黨的核心價值 10月4號現身民眾黨自製網路節目 稱謂雖然掛的是民進黨創黨黨員 但這一時早就已經申請加入民眾黨 理由是民眾黨看起來不會貪污 目前我們鄭保卿委員也的確已經確實加入我們台灣民眾黨了 這是事實 北桃園跟南桃園各設有一個競選總部 而鄭保卿委員也是我們的主任委員 名列不分區立委這個話題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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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沒有 都沒有 民眾黨桃園市黨部回應 鄭保卿目前擔任主委要職 外界傳出他將爭取不分區立委 鄭保卿低調回應都是上面去決定 沒有爭取 創黨大佬失去舞台 曾經的革命情感說散就散 桃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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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園